刚才那小孩我觉得就最后一个 就是揪鼻子那个小孩 就挺好玩 幸亏人妈把她鼻子还给人了 你说万一这个鼻子再给揪掉 她的什么反应 咱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好 来看看 接下来这个小孩到底是什么反应 来 看一下 来 妈妈再拿下来一下 妈妈 给我拿 你不拿 为什么不拿呀 为什么不拿呀 拿呀 来 我不是小鼻子 妈妈 把她扔掉 我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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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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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不要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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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不要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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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不要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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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好 我的鼻子掉了 好 看下来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在妈妈身里 好 好 对啊 妈妈 我害怕 按不上了 按不上了 不是 没有了 按不上了 妈 你这掉了好不好 原来是冲 妈妈 我不要 我要填鼻子的 明白吗 这样挺好的 挺好的 自己摸摸鼻子色的呢 超 diy 真的 这个小孩很可爱 但是你看这孩子吧 他怎么闹 怎么笑醒 我就见不得孩子哭 孩子一伤心 就是我心马上就软下来 所以说比如说我要是做爸爸妈妈 我肯定是个不合格的父母 不合格的爸爸 我就 他只要一伤心 我马上我就 哎呦 我这心就碎了 你知道吧 那什么样的事 能让孩子伤心呢 咱们接下来看那个短片呢 就有很多让宝宝伤心的事 来 我一直怀疑 爸爸剩下我俩 就是想省下买雅铃的钱 你妈算了我一举了 这叫柠檬不知道了吧 给我 你咋不早说呢 这叫妈妈 别再为我柠檬办饭了 这心爽不敢相信 我尝尝 就是这个味儿 那这个味儿才真够可怕 吃完感觉不会再难受 算了两天 走算了 妈妈 您肯定再打我一顿龟 不想再吃了 那就是这个味儿 败爽快败爽 六 小小额掌 做算数 八 八 九 九 四 四 六七八九十 一八七九十 六七八九十 是职业老师教的吗 一五得五 二五一十 三五三十五 史上最难的算数是什么 二五一十 三五三十五 一五得五 二五一十 三五三十五 三五十五 三五十五 三十五是人相比不足 是三十五